相信部分网友知道,最近有不少热播剧在播,这其中包括陆寒的甜蜜暴击,以及杨蜜的古装剧《扶摇》,而于何伟的猎毒人已结局,小编发现接荡的剧正是杨子的《香蜜沉沉接毒霜》,该剧可以说是为播鲜活,深得观众的关注一下。 此次开播也是给人眼前一亮,不管是从演员演技还是特效方面,都是可圈可点的,从整体来说是不两心剧,从整体来说邓伦出场基本是被杨子虐,后面邓伦饰演的旭凤,还被杨子一脚踹晕,不知道看到这样的剧情是不是被该剧所吸引呢? 3点12分当然除了杨子的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开播外,还有一部剧也是同一天播出播,一部是杨子,邓伦主演的《香蜜沉沉浸浸如霜》,还有一部是张若云,张天爱主演的《爱情进化论》,两部电视剧同一时间播出,网友难免要将其拿出来比较。 比较之后也发现,收视竟然出乎意料,胜负却一目了然,不过两部电视剧同时段播出,演员又都是人气花旦与小声,自然会被放在一起比较了,而首播之后的收视也出来了,挺让人出乎意料的,毕竟张若云与张天爱的演技都是备受认可的,但是卫视收视率竟然第四名,竟然被陆寒的甜蜜暴击给压榜,着实出乎意料,毕竟陆寒甜蜜暴击,再网上口碑可是一落千丈, 收视没想到竟然超过爱情进化论,而邓伦的香蜜沉沉浸如霜则收视夺冠,让很多网友都非常惊喜,邓伦香蜜受到很多网友的欢迎,除了使用原生,剧情也被衬身还原,而且演技也都在线,而张若云爱情进化论虽然演技在线,但是论及人气稍显不足,而口碑方面,不少人认为不敌我可能不会爱你,这样一比较下来的话,胜负就一目了然了, 零不感兴趣